一早民众照常来药局排队买口罩 指挥周期17号记者会正式宣布 为了体恤邮差药局卫生所的新楼 从4月19号开始 每周日将不会配送口罩 药局的朋友们一直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就请他们就是说在礼拜天 我们就先不配发口罩 想要休息那就可以休息一天 那也请民众大家谅解 距离19号不到两天 口罩配送会不会闹空窗 也引发外界关注 药局表示承认口罩是星期一 配送星期二的量 星期二配送星期三 星期五则会配送六日一三天份 儿童口罩则是每个礼拜三 配送星期四到星期二六天的量 所以星期日不卖口罩 不会影响到配送 之前有消息指出 口罩将会配送到中小学 由学校贩售给学生 引发各界争议指挥中心也做出回应 学校的部分 我想教育部会持续跟大家来沟通 那我想就是怎么样来做教育的一个 有效率的口罩的贩卖 跟配送 大家都会牺牲一点 那我们不断的在跟 学校跟教育部来做沟通 指挥中心表示 校园买口罩将的构想 还在跟教育部演绎 亦反美意引发学生团体 以及教师团体反弹 教育部17日晚间 也只是学校从现有的储备口罩当中 及时提供与协助学生 教育部会滚动补充各校口罩的安全存量 因此外界建议 由学校配售口罩的方案 并不会实施 记者黄迪奥 权子芬 王毅忠万世安 台北参加播动